下年可以換身份證 又換身份證 這也是第一個感覺 我看完之後 因為有些東西需要放進去 更新 報道是這樣說的 如果大家不滿意身份證上 太過懼蠻和MK的樣子 換句話說懼蠻和MK的樣子 可能是歸屬一點 我相信前一陣換身份證的那群人都換了 這一張 我用了這麼久 新的 如果經常過關 不斷讓機器過一下 都沒有 現在其實你過關 澳門也好 深圳河以北也好 在機場回來 你都是放身份證 你都不用放進去機器裡 給他探討一下 狀況是去掃討一下 如果簡單來說 你說在銀包拿身份證出來 即是身份證的那張卡的驅殼 離開銀包 機會率比我拿一張圖書證出來 我拿一張圖書證比身份證更密 身份證長時間都放不動 所以很耐用 如果有套套 如果有套套的那些更好 我那張歡樂卡和身份證 他是不是又有生意要億人 他就說有些功能上的東西 是會有改善的 他就說在2018年5月份開始 分階段進行這個換證 會在9間的換證中心裏 可以幫大家做 他就說原因是什麼 他說那張卡會更耐用 他就用了一種叫做 聚探酸不睡覺 令到那張卡更耐用 第一 即是那張卡更耐用 現在都已經很耐用了 你為什麼一波換 另外就是防藝 也是防藝的大主子 這張卡防藝不到嗎 我就在想這張卡很先進 究竟是否又是讓我選擇 我沒有什麼 我覺得是我自己的 寬樂卡和張宋文靜 我認住他是不是有些生意要億人 我都不知道 這個真的有待考究 即是你東西未爛 就去挖爛他 然後就整個工程 那你背後當然是有原因的 是不是 浪費了 所以看著我 不知道要換來幹什麼 他是不是規定要換 還是有需要才會換 他現在報道就是講了公論 我又沒有破爛卡 又沒有爆 有些人都憎恨自己的樣子 那你的樣子很壞 怎麼拍都很壞 有時候是20年前拍 拆來拆眼 通常是拆來拆眼一點 就說富貴了 做了一個容 或者發言又改變了 想更改一下 可能還有Laser 又不用拆掉眼鏡去 還有高清相 高清相 身份證高清相 為何是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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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相差 十年二十年 因為以前小朋友 十八歲 跟你的二十年三十八歲 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你的樣子什麼時候 我們老爺 老爺四十幾歲 跟五十幾歲 差不多 不是啊 上次換智能身份證的時候 為何你做節目會帶著銀包 做節目當然會帶著銀包 這個也是十年前 這個也是十年前 是不是差 我也是十年前 你這個樣子很孽 十年 十年 十三年前 十三年前的孽孽 那時候跟現在不同 那時候不戴眼鏡 整件孽孽的頭 真的差一點 我那張一二年保領 一二年差五年 幾次現在 幾次現在 如果想這個 應該是一個審美 應該說自己可以選擇 你換一些更加高智能的 究竟是否代表著 可能香港很多東西都 整個系統 政府的系統都好 可能將來警察查你身份證 拿部機出來 梅先生 走到一旁 以前是拿本寶 住哪裏 肥仔 那些警察不懂字 現在更加好 給一個數碼的電子記事寶 現在數一數 來自哪裏 說完了 你應該說吧 不用去 你幫我說吧 因為可以的 數碼說 市區第三座7樓D18 一題 那就搞定了 不用寫 寫著那個字 數碼說的馬字 好像是怎麼寫 有沒有石字邊 還是一匹馬 還是寫了口字邊 其實應該要改善 你說得對 應該在警察方面 沒有障碼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整個 悶心的大系統 其實很突然 如果你說純粹 我作為一個香港市民 永久居民 你為什麼會這樣換證 我們這個不是差的 我們這個技術也不是差的 都會嚇死人 推出的時候 有一個IC卡 有智能 很多資料在裡面 吹到雷這麼大 你這次換 你說 你的說法比較清楚 當然你們政府內部的事情 不是每次都可以告訴我們 資予權好像越來越低 那是不是我們在猜 你又沒有告訴我 為什麼又要換一個 現在聲稱 報道說 沒有啦 高清照片 然後那張卡內容 我又不看到那張不耐用 我真是活生 現在做Live 我現在不斷摔桌桌 飛邊啊 飛皮啊 無憂一 如果做樓臉 把鳳走排骨 都還可以 有幾不硬性 我現在沒有破壞 沒有犯法 因為我們這些八達通 就飛邊脫皮了 八達通的成本 還有我一天用夜用 一天都拔出來兩三次 但是身份證 除非警察問我 或者過關法 我都不會拿出來的 就比較少些 應該換八達通 他好像拿銀子 他說為什麼會推出一些新銀子 第一 那些銀子就容易打散 因為你又會好選 用來用去 第二 就是因為有些新的技術 製造假鈔的有新技術 所以再增加防藝 你又不見到那張香港身份證 有人就做假證 你猜還是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做假證 還有那些人不做假證 留在香港做什麼 香港已經被你 一潭死水 被強國邊緣化 你大陸這麼好景 現在一帶一路 吹到雷這麼大 要做假證都做強國身份證假證 你怎麼會做香港身份證假證 你說那些南亞的難民 難民更加沒有必要 一搶灘登陸 黑色暴雨警告 在大嶼山 自然有社工 有包容這些假難民的人 就會幫忙做事 更加沒有必要做假證 我也不太明白 就算是 我們經常看新聞說 重慶大廈都捉了很多如期居留的人 他們拿護照入境已經搞定了 我也不知道 你做個身份證來做什麼 你又不是特別耐用 你說耐用到那張身份證 可以維持三百年的 都不爛的 那你沒辦法了 三百年才算 你又不見得有什麼 有什麼新的房危 唯一陰謀論就是 你做這樣的身份證 是不是689臨走之前 還沒還清債呢